在高昂的乐声与歌声中 上万民众共同献上敬拜为祭 这里是2016年 在香港举办的《华夏回家》聚集 这场盛大的《华夏回家》聚集 从7月13日到7月16日 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 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 1万多名基督徒和牧者领袖们参加 并有3万5千多人 从世界各地观看网络上的现场直播 因为我们开始有网络的转播 那么我们今年的网络 大概有3万多人观看的 有7千到8千人是一定在的 有的时候是1万人 如果你这样看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4万人一同的 去领受这个特会回家聚集的 恩高跟神在做的工作 他们都存在了 不同于去年的亚洲回家聚集中 以国与国的彼此饶恕道歉 会在神活度中明确放下仇恨 合而为一 今年的华夏回家聚集 则是借由圣灵自由运行做工 使大中华的各族各邦 台湾原住民 以及定居海外的华人基督徒 回归天父的家 在四天的聚集中 圣灵不仅促成了父子两代之间的合一 当神的儿女先转向天父 就得到为父为子的心 台湾原住民和中国少数民族 穿着各族的传统服装 带领敬拜 与在场汉族和来自各国的主内家人 在基督里合一 一同歌唱跳舞敬拜神 今天早晨下午 我看见台湾15族原住民 我们大陆少数民族 几十三四十族在这里 还有我们其他的汉人 我们来自各地 我们今天的族群 已经起码超过了 我们华人族群的一半 在这里宣告 耶稣基督是华人的上帝 台湾族 达武族 其实我们过去 我根本念不出这些族的名字 他们在神的眼中 是神这么宝贝的族群 但是对我来说 是如此的陌生 可是每一次我们到他们当中去的时候 同样的事就在发生 主要我们听他们的心声 我们在主面前 我们也真诚地悔改 就连海外的华人 也在天赋的家中 找回自己的身份和定位 不再深感孤独 我的华语讲得不好 我也不知道我的主妇是从中国哪一个的 他的家乡在哪里 我都不种 我也听到爸爸对我说 你也回家 我好像爸爸说 你愿不愿意成为那样的华人 就是把华人也扩展到外国人 全体家人更在神面前 定下华夏民族的盟约 表明愿意在基督的爱中 超越历史 地域 宗派 及个人的拦阻 定义在主理合一 同心同行 青年世代也分享 可慕在父老的遮盖保护下 与他们同心同行 中国的爸爸和妈妈 我中国的爸爸和妈妈们 我请求你们遮盖我 你们可以遮盖我们下一代人吗 我们要把我们的石子丢出去 回家聚集的发起人 加拿大戴宁恩牧师则分享 过去15年与华人同行的回家旅程 在这次的聚集中 神已经成就他的应许 如今神要借着华人的合一 释放祝福 帮助列国进入转化 完成神在幕后的计划 这集团在2016年 是全集团的 这集团在这集团 开始由 中国人自身为 开始感觉 我们感觉到 我们感觉到 神在我们的生命 这集团在这些年纪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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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年纪录在这些年纪录 但当你来到这些年纪录 在这些年纪录 在这些年纪录 不是只有一天 这是一天的年纪录 这是一天的年纪录 然后突然有一个解释 的那些人们都要求求 这年纪录 我感觉到 这些年纪录 这些年纪录在这些年纪录 他们都会出现 他们站在中国 开始持有自己的信仰 所以中国人在这集团 这些年纪录在这集团 不是因为中国人 而是因为中国人的力量 我们深切地期待 接下来要在耶路撒冷举办的 全球回家聚集 圣灵将如何动工 引领全世界的列国列邦 基督徒们 与同回家 敬拜万王之王 彰显主基督的大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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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